大陆爆发三起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 其中上海两名患者已经死亡 安徽一名患者传出病危还在医治当中 大陆上海安徽分别传出三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 让不少民众很担忧 医院方面也特别留意发烧病患 根据了解三人感染后病情都相当严重 上海两名患者二月初发病三月就不幸过世 其中一名87岁的死者曾经有禽鸟接触史 另外一名27岁的死者是猪肉摊伤 不过与两人有密切接触的亲友 目前还没有传出病情 至于安徽的病患 三月初发病状况严重还在医院治疗 专家指出这是人类首次感染H7N9禽流感的病例 不排除是禽鸟病毒在猪肢身上发生基因突变 由于日前上海黄浦江上出现大量死猪 让民众忧心忡忡 不过还没有相关的资料证实两者的关联 受到这样的影响 台湾疾病管制局也积极应变 对于来自中港澳地区的这些旅客 如果说它有发烧的情形之下 我们会将它拦下来 是不是有禽流感的接触史 当然也特别提醒民众前往大陆 尽量避免接触禽鸟 并且使用积压鹅或氮类时一定要熟食 万一在当地或返台时有发烧身体不适 要尽快就医 东西新闻 苏任务蔡新闻 综合报道